海巡署真房分署基隆茶器退友两名队员 这个月15号开公务车外出 回程的时候驾驶被测到酒侧超标 而他们为了掩盖酒驾事实 没有向上申报 还篡改派车单的里程庶 海巡署真房分署表示 将要召开人品会检讨人员蔬食 原警准备进行酒侧 驾驶嘴里说没喝酒 但车内怎么散发浓浓酒味 喝酒味 你喝什么 一吹酒侧棒亮起红灯 明显就是喝酒上路 身上散发酒气怎么藏也藏不住 果然一侧数字会说话 有侧数值0.20 但一查发现这名驾驶 竟是一名海巡署的侦察员 驾驶表示为前一晚女朋友饮酒 不止酒精还没退 事发就在这个月15号早上8点左右 当时警方正在台北城的路三段 执行酒侧勤务 拦查一辆车 发现车内散发浓浓酒气 而驾驶正在海巡署 真房分属基隆茶器队的离姓侦察员 前天晚上他跟朋友喝酒 随后开着公务车 载着游信尚未酒驾上路 两人事后没有乘报上级 还想办法掩盖事实 篡改派车单的里程数 最后迟报出勤被上级发现 东窗事发海巡署长周美武震怒 要召开人评会检讨讨论相关处分 发现确有爆炸 开公务车酒驾 依调查结果检讨人员疏失 酒驾上路本就不该 还被查出有公务身份 冲击海巡署形象 记者马信杰周宗林台北采访报导